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声电视台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艺术的创意界 我是觉得 马云西亚真的是有很多艺术的朋友 其实都很有创意 其实就是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在交流啊 其实第一次 就是他第一次摆档嘛 就是可以吸收一些经验 虽然卖不出还是卖不出这样 但是可以看到他的用心 但讲说真的就看他这样子里来啊 就没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个就可以念他的耐心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平台 可以让我们好好的发挥一下 艺术也是可以很亲近人的 而且我自己认为是 其实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一份 艺术的气息在那边 是看你有没有去实行 真的去做 这一次参加这个创意营呢 就觉得可以认识到很多在本地搞创作的一些朋友啊 然后发觉原来马来西亚是有这么多的 一大半的人在搞着自己想做的东西 很开心的事情 对然后啊 我们这次POPCORN的 就是这个单位的POPCORN 就是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创作 这样子一个交流的方式啊 可以把我们想要讲的时候 就是要做的东西可以给更多人知道这样子 所以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让我们马来西亚的那种喜欢创作的人啊 喜欢无论是电影啊 短片或者是独立音乐也好 都可以都可以有一个交流空间 然后可以更把我们马来西亚的东西更发扬光大这样子 虽然这个创意营就可以越搞越大 然后可以在全国各地的全部的地方 让更多人都知道我们本地创作的存在啊 对 对 下哟 啊 哈哈哈哈 哈哈 下一首歌最爱听啊 我们都相信 回来我的难道 原来我接近了这种传承的味道 天非常如想一个恩公宝 你不要离开 如果有你先才约着荣任 我们先开始知道这个活动是在巴西之中的楽观说 其实还蛮觉得很意外的一下 因为整个巴西之中的高等创业 然后希望未来可以有机会一起合作 就是推廣本地音樂這樣子 然後其實本地還有很多 不為人知的樂隊啊 或者音樂人啊 就在默默在家裡什麼 還沒有演出的朋友 所以他們都可以出來 就感到爆發 謝謝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